大家好,我是Heli 今天要來講的是 信拆社群鄉民出來走 簡單的說,它是為社群而設計的Pokemon GO 為什麼我要做 因為我想要做一個手遊來打敗社會 對社會跟對政治參與的人感 這實際上會怎麼活動呢? 它是一個手機上面的APP 然後使用The Sign Up之後 它會點出它對哪一些議題領域有關 譬如說教育、國際政治、人權等等 然後在表達它關注議題之後 有相關議題被提出來 擺到一個叫做議題包裹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被通知 那它被通知之後,它可以去議題包裹所在地去把它撿起來 然後逐步的去把它帶向議題包裹所需要去的地方 譬如說我如果說我關心中國民主政治的話 那我可以不設定這個議題包裹在天安明廣場 那我就要去議題包裹所在地區把它撿起來 然後慢慢把它帶向天安明廣場 然後是一種接力的方式 那何謂議題包裹? 這個我沒有時間把它打下來 可是這個是它的Data Model 所以就是所有的議題都有一種像性 譬如說要前往天安明廣場 它就會有一個終點是在天安明廣場 那它同樣也有可能會有一個到期日期 就是說譬如說我可能要在明年六四之前 要把這個議題包裹透過幾百人幾千人這樣傳 慢慢傳傳到天安明廣場 所以就是試著去把這些政治的思想 Data Model化 然後所以這整個遊戲的APP 在包裹送達之後 可能可以再做一些組織 就是所有有參與這個包裹運送的人 可能會被擺到同樣一個群組 讓他們可以利用實體空間關係 再去做更強力的組織 那這邊有一些很初步的Wireframe 可能也太複雜 沒有辦法現場解釋 可是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我聊 然後為什麼要做這個 除了打敗受可能感之外 從太陽花我們也看到 在把街頭群眾運動 延長戰線之後 可以降低參與街頭運動的門檻 延長戰線有可能是空間的延長 也有可能是時間的延長 在太陽花的例子裡面的話 就是在議場外 在各大學校裡面的廣場 都可以參與根據 根據你對這個運動的 submitment的程度 所以就是有興趣在跟我聊 然後我需要一些幫手 就是這個會 這個prototype會先在 iOS的Swift上面 然後在Firebase 然後Firebase上面的Cloud Functions 是Node 然後設計需要視覺設計的人 然後跟 喔 怎麼沒有那個 馬力歐的聲音 然後 反正再找我聊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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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